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留给 一波王家部队长队 走起来 杰玉 杰老师 宝宝 他们也是武术啊 喝茶吧 茶道应该是茶道 もうDavid 都三回连続だから 三回 また違う感じ になるのがちょっと イメージがわかなくて最初 それだけちょっと 最初はすごい心配でしたね 讨论之后 其实就已经挺想做中国风的 东西了 因为对于我 对于他们 我们都想去做一个突破 然后后来 我们就在找一些中国风的音乐嘛 找到自由这个 女子十二月房这个音乐 是我高中跳舞的时候 就一直很想跳的 この曲 めちゃくちゃ いろんなインストロメントが入ってて で この曲でやりたいね これをどうにか このチャイナを かっこよく リプレゼンするにはこの曲を使って 何かしたいねっていう メインとしては それが先に決まりましたね 決まった それを選挙し 自分のだもの OK それを試した 人間でも いろんなインストロメントを 市民を出ていく いろんなインストロメントを どうするか どっかい いつも いい それを選択 いろんなインに どっかい 出てきました そっかい どっちに 三人 有一个人少了 他可能要去抢 太棒了 Evo 太棒了 加油 加油 祝你明天 加油 Evo的这个意见 一下子把我们的故事 和我们的节奏里的 变得更加流畅 更加顺利 更加能看得懂了 茶好喝 但这个茶有点不一样 里面有什么呢 大家细品 茶来了 有我的茶好喝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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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茶肯定是喝的不简单 就是很好 而且他们这个茶 用的这个在身上的这个颜料 好的地方是在哪呢 第一个他们绿色 然后人家战队一般王大爷绿色的 就兜绿色 我今天穿绿色 我今天穿绿色 我非常惊讶 你怎么开始了 就是 就是 专业的 我心想 什么 现在什么事 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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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有投票权力的 100位评审 在我到时候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的话 就扔出你们手中的绿色毛巾 不喜欢则不投 3 2 1 请投票吧 好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来 我们王一博队长 好 再来两句吧 特别好 好 哦 你看 庚哥狂点头 那我们马上问一下 哈瑞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好 再加了一个字 一星队长 太好了 好得不得了 但是 但是比核心武器就差了一点点 我都知道了要讲这个 其实他们在用locking这种舞蹈方式 去表现二胡这个乐器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棒 因为其实二胡那个乐器 比较难用身肢体去表现 特别是默默跟叶莹老师 在叠在一起 再去表现那个二胡的声音的时候 太棒了 韩庚队长 我的感受 我还是觉得还是挺欢快的 就是编排的很巧妙 就所有你们用的一些道具 或者等等 我觉得都特别的棒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很严肃 很严肃的那种做饼 然后后来 那个杯子一倒下来 就是里面有那个绿色那些东西 就觉得很有惊喜 等一下可以听一下这个他们解释这个故事吗 其实呢 之前跟乔治给我们喝茶之后 有跟普吉一些茶的一些东西 发现其实茶这个东西是很丰富的 他的文化是 其实不是很单一 就是 嗯 就是 对 我还是不是很懂嘛 哈哈 其实就是 一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 然后我们一起在喝茶 敬赏是个大师 然后一坐下来发现 哎 怎么只有三个杯子 怎么没有我的茶呢 哎 然后他刚想伸手去拿 然后又想去阻止他 你想干什么 想尝我们的茶 然后我们几个就都开始抢了 因为四个人只有三个杯子 于是 先是功夫打打打 谁都抢不到 哎你抢我不给你抢 你再抢 我也不给你抢 哎到后面 哦你真的想跟我抢吗 我拿出棍子来跟你抢 哎然后打打打打 然后发现 棍子不小心被人家拿走了 哎呀没有棍子了怎么办 然后 赶紧去抢杯子吧 结果敬赏不小心打翻了这些茶 发现哇 原来里茶里面 是那么的丰富 多彩的 然后接下来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抢到之后 哦我终于抢到这个杯子了 哎你也不有 你也没有 然后只有我有 结果哎被门不抢掉了 于是他第一个终于喝到了这个茶 于是他感受到这个真正的快乐能量 于是把这快能量传给了我 我在传给了你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能量传给了你们 懂了懂了 耶 Okay 哇 啊 哇 啊 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 其实因为我也从小学 我想听杀回分解 我想听杀回分解 就是你是多怕我们看不懂这个作品是吧 没有就是 哎 不要给他买 不要给他买 之所以大家都跳的特别的开心 因为大家都置放了自己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叫自由一样 耶 哈哈哈哈 叶音你这两年啊 变化太大 我说的又快又长 我想听杀回分解 不要给他买 不要给他买 叶音真的进化 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速度 说话的词汇量 编舞的想法 那都有进步 叶音纠结进化 华劳叶音2.0 那叶音为什么要加入武术这个元素呢 其实我从小是学武术的 哦 这个棍啊 我昨天以为是个抬球杆 其实不是对不对 对这个棍呢 就其实大家看到的 感觉上看到的 不要睡觉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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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你说你说 就电影里面常看到的武术棍 都是看上去好像出戏都一样的嘛 然后这种棍子呢 其实是竞赛棍 他其实为什么会一出一戏就是 打果棒对不对 打不是打果棒 哈哈不是啊对不起 打果棒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哇哦 哇哦 好 好 老师们跳中国风的这个作品 跟叶音一起 然后感觉如何呢 我第一次教 crowes 我第一次告诉他 这个采访 Where are you 我第一次跟叶音和音乐 这次已经成功了 我因为他是好好的 这次经历了 所以我一直在说 这个初次的经历 我一开始经历 吃得太多了 但是我只是做到了 但我一下子 演出的风机 也在做出了 鼓劓 感谢叶音 Hood&Boosh 和Momo 带来的这个作品 谢谢 现在请其他三组选手 也回到舞台 刚刚的自由作品战 我们现场的一百位评审 给出了分数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四支战队 四个作品的分数情况 首先 核心武器战队的 黄霄和乔治 他们的作品分数为 89票 恭喜 FKM 泰独大师战队 他们获得的票数是 89票 一样的吗 一模一样 世界一流战队 获得的票数是 77票 也很好 最后一波王炸BOOM战队 获得的票数是 94票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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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传达的是快乐 他们接受到这很快乐了 我们最后拿到这个分数 我们也真的很快乐 我其实蛮开心是这个结果的 都是在一个 切磋并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在共同成长 其实挺意外的 但是 接受 证明有77个人 他们是喜欢这个作品的 舞蹈 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很 主观意识 对 HB夜音和猫猫的作品 我给他们投毛巾了 惊喜的点 就是抱在他们那个 颜料泼洒的那一瞬间 和他们就是 开始用颜料在玩 第二 Funky音乐一上来 大家这个态度 包括这个渲染力 我觉得是他们的优势 而且非常奇 这个Funky的感觉 从这个茶杯碎掉以后 散开来 延伸到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慢慢地传递到身边的人 再传递到我们所有观看人的 这个视角 我觉得这个Funky的感觉 在整个现场弥漫了开来 非常喜欢他们的编排 包括他们的质感 马师他们这个作品 真的是一针一线打动我的 这所有的细节上面 完全体现出了 中国人民的这种 公牵礼让 相互照应 这个体现得 特别的淋漓尽致 黄霄乔治老师 这个是四个里面 我最喜欢的 编舞 很多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些 乔治老师的 技巧 这种大胆的尝试 其实是一种 蛮新颖的一种街舞 发展的一个方向 四个作品里面 选一个的话 我会选韩语他们那个 完成度配合度 动作非常的干净 Chika她跳爵士非常厉害 今天让我看到她 会鲤鱼打挺 把我吓得一跳 所以让我非常的眼前一亮 对于所有的中国风 这个真的就是文化自信 因为有这么多的 国际舞者在的情况下面 我们还会不约而同的 去用中国风的元素加进去 让世界舞者 能够看到中国文化 这个很厉害 你要知道 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的 绝对是最最最自信的东西 今天包括音乐 里面有二胡 索纳 鼓针 然后包括太极 功夫这些元素 茶文化 都是在用我们街舞方式 去演奏中国的文化 这样我觉得街舞会发展 越来越好 通过前两轮作品对战 目前核心武器战队7分 态度大师战队5分 一波王炸boom战队4分 世界一流战队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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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流战队3分